其實香港這次的大選是整個泛民派 是整個香港繁送中運動 一場非常重要的政治意志的展現 我們可以看到說投票率 從去年的47% 到達有史以來最高的71% 那我們看到說香港建制派全面的崩潰 我們認為說他非常清楚的 用民主的方式向國際社會 發出一個非常清楚的訊號 就是香港人民選擇了一條抗中的道路 他不再親中 他不再信任一國兩制 他不再信任中共對香港的統治 所以我們認為說透過選票 來展現政治意志的方式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項展現 那所以你還說投票不重要嗎 你還要選擇投廢票嗎 我們認為說 這個是可以好好反省來思考的事情 那第二點我覺得要提醒大家 要中共或者說習近平 不敢在香港選舉前後 有大規模的輕舉妄動 是因為美國的香港與人權民主法案已經通過 那在10天內就會自動生效 習近平他其實遇到了三大鐵板 第一大鐵板當然是美中貿易戰 他的國內整體的經濟開始下滑 整體的內部的消費開始萎縮 第二個問題當然就是香港的問題 證明了中共大外宣的徹底失敗 再來就是他內部一國兩制徹底的信用喪失 那第三大鐵板當然就是台灣的問題 那我們發現說香港hold住了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認為說只要香港hold住 只要台灣能夠hold住 那另一方面美國就可以進一步的 對中共在美中貿易戰當中採取制裁 才能夠實質的改變 中共對全世界所謂的威權輸出 我認為說明的選舉非常非常重要 重要有兩個原因 我們必須向全世界甚至向北京 發出兩個非常具體的訊號 第一個訊號就是說 總統你覺得要支持台灣派 這是解決我們這次當下的亡國感 我們要向全世界西方民主國家發出一個 不再親中而是抗中的訊號 就是我們的總統選票 那第一個訊號呢 我們甚至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要向全世界說 我們跟全世界西方民主國家一樣 我們站在抗中的圍堵中國的 反滲透連線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認為說明年的國會是 清楚中國白以清楚中國滲透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有很多觀眾朋友質疑說 到底統獨是不是假議題 或者每四年一次統獨就要拿出來騙騙票 我跟大家講說 統獨不是台灣人自己設定出來的議題 統獨是中共設出來的議題 是中共每天用飛彈對組台灣 用網軍來攻打台灣 是中共每天派代理人 派象星派郭冠英派邱毅等人 想要武統台灣 想要奪取台灣 所以這根本不是台灣人設定出來的議題 是中共設定出來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其實在 王立強事件 共諜案爆發之後 我們才發現說原來具有解放軍 軍系出身的象星竟然在台灣 這事情非常非常嚴重 可是現在顯然台灣並不了解 到底還有多少象星 到底還有多少郭冠英 還是到底有多少白狼 邱毅等等之類的 進行統一攻城的第五重退在台灣 所以我們認為說 除了反滲透法這種 事後的加重懲罰的機制 有達到嚇阻的功用以外 我們認為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還是在事前預警 讓台灣人民知道說 到底我們台灣的民主 受到中國滲透的不嚴重 所以我們台灣基金在明年國會 我們一定會繼續力推相關的 護台房中全套餐的法案 讓大家吃完以後 心不怕台灣我們的家就在這裡